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3月正过2月4月正过3月5月正过4月6月正过5月 但这两个星期是零零射射再整的 关不关开波市呢 我就真的不敢猜 以前有些欧洲国家杯 世界杯这些项目 起码酒楼食肆 看波地方都比较旺 似乎真的不太确实 因话题说 昨晚我听光明顶 他们将一些我早知道的东西再说出来 其实现在开始有第二第三决钱到英国 我们当然知道了 很简单的 昨天我们说的九龙兰桂坊之母 香港有很多财负的做生意的人 你看到他这样去卖东西 于是乎内政部那边或者那边的银行 其实也有些信息 就现在开始有很多那些 三五百万那些钱走过去 就是之前那些可能大一点 看那个银行的信息 还有看那边的地产 就是那边很多二三百万的楼 现在呢 它又没到抢 因为英国现在楼市气氛不一样 就算香港人过去也好 因为香港人真的很喜欢买房子 看到现在那边这么静 那就慢慢选择 就开始选择这二三百万的楼 就是港币 再不是之前四五百万 五六百万 或者成千万 那你就可以预计到 如果用这些来分析 是不是有一帮中产过去 有些人开始陆陆续续卖东西 或者另外一帮人接连走 甚至乎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常听这些电话 经常说 想介绍一个中山的楼港给你 真是知如此类 一定有的 那你们吸线 没有啊 没有需要吸线 那他们都继续打的 有没有想过 因为他们真的做到生意 另外还有一帮人 拿着三五十万的那些 就回到上面去收拾 这些问题没所谓 香港人到处投资 但是又去英国 买东西 又回大陆买东西 现在我真的想问 今天我看到 超哥又说城市又说体德 我真的想问超哥 你说是聘经济的嘛 但是昨天他和我们伟大的武士司长 基哥又提及前日和昨天 关于香港人上上面消费 是等于认同 吴祖国 究竟你们拼哪里经济呢 你最差的他说得好像 喂 我们 差在未说到 我亲身部署 就是要香港人上去消费 他差在未说到这样而已 究竟你们想在夜奔分 还是怎样呢 拼哪里经济呢 拼香港还是大陆呢 老实说 顶是这么大的了 香港就只有几百万人 你走上去消费 只不如在香港消费少 喂 你要留在香港的呢 你老实说 在政治上面 你们说不出口 也不敢说 叫别人不要上大陆 喂 但是 有些事情真的可以做的 你是不是看着他们死 喂 现在人们绝望啊 我真的觉得我昨天 我看到那个南瓜方之母 这样卖东西 这样关注他 人家真的做了几十年 香港集团有这么多餐厅 是吧 现在还有一十一间 你看那个馆 我想都不会再做下去了 什么时候执行 是吧 我不用执行别人结业 就是不跟你玩 是吧 喂 喂 老实说 离境税 为什么你不敢 是不是上面真的不给你呢 有没有提过呢 收回200元离境税 就差很远 李慧琼你身为人大常委 这些是你责任的 喂 现在这样的搞法 是吧 喂 喂 你还是这样 没所谓的 没所谓的 你若是 我们的成本 一定要直降 包括楼价 人工呢 直降 降到跟深圳 或者比深圳便宜 你才有得竞争 要么就是这样 喂 我有办法 脱欲就可以了 你一脱欲 你现在这样的环境 不是谁要啊 是吧 那你省完之间 我们那些所有东西 就真的便宜 那些一半不止 不是啊 不是啊 那你才有得重生 什么都死啊 不是啊 如果不是没办法的 死就见了 生就不知会不会 那这个是后话啦 喂 老实实说 喂 好像我们的网友 有些网友 Facebook 不是我们那些 经常说 要上去消费啦 香港真的经常说那些食肆 是吧 那你是这么贵的嘛 你现在走出去 一条没有人的 里顿路 里顿路 没有人的 夜晚7点后没有人的 做不到生意的 他asking 他一样是十万八万 但是喂 你觉得 我怎么租啊 不要算是装修 那业主 原来 原来 原来业主不知何时 买你 一亿二千八百万 他一个月一公斤 你二百万 他收你三十万 他已经觉得很划算了 收你十万 他已经觉得输了 你也不会租啊 没有啊 算了 我们一于咬着牙筋 都说了 天不变地变 地不变 人变自己变 所以我看到那些 香港人真的拿着一百几十万 三四十万 執盈便宜 執远些什么 你们上次说的什么 银村 多疲惊 做皇帝 懒女 是吧 好了 啟德体育圆 明面啟勇 政府在争取一些号召 有号召力的表演活动 和美人来说 真的不要说这些 我求求你们 幸好我肉酸多获 不要说他做 做了 簽了约 就不用说的 说给谁听 你又不是说给香港人听 你又未必做到 就算你有诚意 好给很多汽金 因为那些伙计不能想 因为脚头不想好 Taylor Smith也请不了 你不要说Taylor Smith那么厉害 没想到 美尸你都教他一锅足 我真的觉得李连那个 什么孙彦施 上次的那些 就不够搞到了一锅足 那些 就能临下雨了 就说给其他人 因为雨映雨天关系 怕要临下 你不要說,他就說現在要爭取一些世界觸目的表演項目在啟德樂園 世界觸目是不是一定要這麼明人呢? 我又覺得不需要的,你有創意就可以了 譬如你超哥,你英女王那樣,不要玩假 英女王就說,你笨豬跳,都是世界觸目的 連同整個行政會議,不是叫你去死 你真是顯示出來,跳降落傘,叫月樓,又教人拉緊承性 好了,他說這些活動很搶手的,就是這些名人 他說,因為每個人都要追求的,好東西當然要追,用追女生來做緣 我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你是貼頂,還是你不懂別的東西 你不理會你超哥,教人偷女 有些人問他什麼少女殺手,他早結婚,早生兒子就不代表什麼殺手 從一而終,只有一件,教人追求女 我告訴你,我順便的恩話題說 追女生一招你夠不夠膽用的 就是以退為進,就是一招而已,沒有第二招的了 尤其是越懸殊的,你越要以退為進 這些心理戰 不過很難教的,沒得說 他說政府一定會極力爭取的 特別影響力巨大,宣傳作用巨大的 名人 還會帶來經濟效益 那些影響力這麼巨大,宣傳作用這麼巨大,還會帶來經濟效益的名人 他們真的會不會過來呢,不要說他們看不起你香港,這班官 人家真的有選擇,因為現在 你香港 國際聲譽真的不如以往 上次Burr,肯尼,都不知道被你們弄成怎樣 別人說你不批簽證給他 入境之後沒有這些事 人家不會屈兇你 那你想一下 那你怎麼搞 你們行政水平 還有,其實你還在很多歐美國家,就真的有旅遊警視 他們說,只要活動成功舉行,就可以打響體育園的名堂 甚至可以爭取一些大型活動每年舉行 有外界擔心盛事會過多 其實我又覺得,外界也不用擔心 我跟特區政府說一下 因為其實他們根本沒有盛事 難勾的,就扮盛事 你扮盛事 你扮盛事 你扮盛事,刺魚蛋又說是盛事 那你有什麼盛事 就等於上海街那些,你又扮盤野總統 喂,最慘是上海街,最好生意那一檔 那條食市街還要封起來 最好生意那一檔,最多遊客的 我新誕見 外國遊客,外國遊客,外國遊客 大陸遊客,最開心的 好厲害 你扮盛事 我扮盛事,生意好,夜繽紛 我真是催眠到他 他說 現在我們 要像營運一間餐廳那樣說 首先要挫滿他 先有量,先有質 現在是沒有條件選客,你明白 挫滿他呀 現在那些人不是沒有錢 現在那些人拿錢回大陸 老實說,我和你沒有上過去 但我聽到15會來說,深圳不便宜得多少 你再遠一點會便宜 深圳不便宜得多少 日本,你說便宜,那你機票不用錢 時間不需要 挫滿他 挫滿他怎麼挫滿呢 他意思是說,窮遊客大家都要歡迎 那些人只是挫錯 其實我明白他的意思 都不是不歡迎 但是如果你做得吸引的 這班窮遊客是不是真的完全不會花錢 因為人家已經有感覺 大家是小黃消費社 說你不忍值 馬上說你 於是不就用那種 不如我不來香港消費來惹他 那種心態是來刑仔而已 你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是 喂 就事不一樣 就事不一樣 別人就肯消費了 好了 下個星期我真的去不說 其實昨天去不說 說什麼沒有人申請 記者問來沒有人申請7日 我都忘記了7日回歸7日遊行這件事 太久了 好了 又搞這些東西 張宇人 什麼七一節 含家產 去年 大家又不知記不記得 你是不是全部 出一些特價餐 標低 就算你真的是7日節 現在找到2000個商戶 3000個商戶都未夠 其實你們去哪些 都是 大商店 大大brand 杜香大家樂 太興美心 富林 彩福分宴等等 張宇人還覺得很帥氣 他說7日優惠 我 怎麽只留港消費三餐 我還四餐 屌你了 吃兩隻膽固醇 你快要爆血管 他們說不吃餐 屌你了 說真的 現在就真的倒閉多個開口 我只是想你特區政府 你李家超 你真的 連局長 大家聊聊天 有些東西不要拿那麼緊 行不行 喂 我沒有說對 你吃早餐三個字就抄槍牌 就不敢吃 很簡單 這樣就上去吧 回大陸吧 不如 屌你成一群朋友 阿正 屌你了 回大陸 本來就說去李縣門吃飯 不想好了 回大陸 其實就是這樣 李縣門重遠 好了 杜敗王子 我先看看 杜敗王子 先講講新聞 他加辦官網 更新了 跟其他有名有姓的人 拍照 例如林寶堅尼家族的成員 托尼洛林寶堅尼合照 他又跟 美國一個 web的歌手 Snoop Dog 兒子 也不知道是甚麼人 兒子 Claudel Boradus 合照 到現在這樣看 我真的不敢說這個 杜敗王子 是劉野 因為為甚麼呢 他如果要搭雞排 來騙你香港 之後他仍然是有活動的 他真的有一個加辦 不過不是在香港辦公室 他現在只是在其他地方搭雞排 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 還有一件事 他如果真是杜敗王子 當然不是普林堅那些 真的家族都說他們是梳塘 他仍然是肉酸 為甚麼呢 因為他現在是家族辦公室 他會被人發現 是把你在香港活動的所有照片 包括李家超 跟他有甚麼物理裔 跟他的官員握手 甚至乎 連他 去這個甚麼城大 簽那個不知甚麼 恆大 恆商 都下架 我不用理他 究竟是真王子 還是假王子 你也懷疑了 國安法拉他 真王子的 他真的很不給面子 研究你香港 連假王子也研究你 假王子 當甚麼 香港被人踢爆了 沒事發生 把他全弄 不是呀 他不是怕被人踢爆 老實說這些是蓋不起來的 他罵你了 他只會放在那裏 反正如果那些人那麼笨 要被騙 這條瘡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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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瘡 老實說林武堅瘡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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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瘡� 但这件事我真是最想说,我这件事我认为是最想,香港这件事我认为,首先我收起我的笑容,如果我有,我绝对没有,有轻视这些人,但是我真是忍不住,教育局早前上载第二批共十家学校的外评报告总结,说学生唱歌不够大声,但是那些人不说,我不说, 反而我想说,这个报告就批评有特殊学校推动国安教育中度缓慢,而一间中度智障学童读的学校,报告一方面总结他的高中学生能力,大多能够数到一至三的数量, 但是另外一方面,常识竟然未涵盖宪法和基本法的学习内容,另外一间严重智障学校,教育这个报告就要求他们尽快全面落实国安教育, 我一看见他就说,叫你老母亲,你连日子都搞了别人来的,你帮他们嘛,不是搞过他, 首先,我上海报告过,我有些网友在这些机构上跟他说,不是,搞了的了,搞紧的了, 但是都是行为如意挂旗,我说,不是这么狠,原来他真的这么狠, 神经病啊,神经病啊,你觉得你不教他,他升旗,他胎日会成为ISIS, 首先,不要说那些中等智障和严重的智障,其他学校说人家唱歌, 柔弱,就提议校方要加以提点,OK,唱歌声量态不够大声, 就要培养他们的信心,那些都不要紧了,好了,一间为6至18岁中度智障学校和智障学童, 提供教育的特殊学校,他说, 哇,不是吧,现在他们既然讲到自己的学生能力,大多能够数到一至三, 但是竟然得个别的科目,尝试将学习内容, 连续去国安教育,实在太过进度缓慢了, 尝试科,里面竟然没有教宪法,没有教基本法, 喂,出请领导层,就是这些中度弱智和智障, 为了6至18岁的学校, 喂,检查教育内容, 你们要全面落实国安教育, 好了,至于中国远民方面, 这一班,我们看见他们,高中生, 普遍都大约能够理解生活中入常的词语, 即直饭,搭车车,拜拜,理解到的, 他说,能力高的学生,甚至乎可以明白到巨子的前后咸接关系, 数学方面,他们的高中生, 差不多全部都能够数到一到三, 即是四都没给他们数到, 高中生啊, 他说,国安教育, 而且他们的学校, 那些学生都移用洁净, 品性崇良, 整天展开笑容, 和关系绩源很好, 但是, 你这家学校竟然没有领导层, 没有将他们的常识科, 全面涵涨到建法和基本法, 喂,我屌你,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啊, 即是他们的首音歌都未必可以背到, 然后你要教育法国安法基本法, 你看,老实说, � apert,你想怎么办啊, 你们究竟害怕他们, 我们将近 controle building will become people 是, 一些统杀 Did you call me All of the San Jose 부분이 6 水变之后就会变成了, 牢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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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們自己出的,你有沒有這麼低能都寫下去,要不就是不吵兩位低級紅 即是學國英文節目都未必能認識 一至三四都未必認識,你就是學國安法 老實說,你叫我學國安法和憲法,我也覺得好 另外一間嚴重智障兒童的客外報告說 他們已經有升旗隊了,有定期進行升旗禮,學生也很整齊,也很有禮儀 他報告說,學校應該更加利用多些校園的環境去佈置,即是要多掛一些紅Banner,黃色字那些 話說我現在每天一下樓,看到我對面的家,對面一下來,對面有一個倉,不知道什麼是倉 我是絕對贊同的,我們回歸當然要慶祝,我真的想問,為什麼不可以找一條漂亮的Banner,以醜為美 共產黨幾十年來真是搞得到不得了,就算搞得到開人大,也可以整圖的Banner,紅底白字,搞得到嘔 好了,他說要整合學校的校園環境,營造有助培養他們國民身份認同的氛圍,我真的想說 我真的不是想笑他們,這個嚴重智障的學生,你要他們認同他們是學生,都不是很容易一件事 即是你教他們怎樣自己治理,都不是這麼簡單一件事 是的,都不容易 好了,要他們,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我叫你老母 還有,只要是培養環境,你就可以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是,如果他這麼高,他就嚴重智障了,阿哥 我剝了阿Sam,他經常去不同的頻道搞事,經常說我們之前幫周庭發聲,說周庭的新聞,都要給他罵 是嗎?幫周庭發聲也要給他罵? 是呀,那我夠了,不用理了 周庭被人騙病的時候,是要幫周庭發聲的,有什麼問題? 喂,罵你了嗎?幫劉細良發聲,你也說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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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你不是說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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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全面地學習國安教育的內容 我講真的 這些事情不要講久了 如果在五年前 你拍出來做紀錄片也好 笑片也好 真的表姐你厲害 說大陸有這樣的 我們都不能相信 大陸也不會這樣 你寫出來有一個編劇 告訴你 我這樣掛開我 我沒有在這樣的劇情 你寫出來的 有沒有人這麼離譜 就算是多邪惡也不會這樣 你真的不是我想像 另外 勞總某說 非緊急的求診在急証室 每個成本大約2400元 但是病人只給了80元 所以 有必要檢討收費 未必一定是加 即是說 不是急証不用 其實在原則上 我也是認同的 不是急証 你用我就要收加價 但是第一 你加不到二千多元 別人都給不到你 第二 第二 有時候很難判斷 怎樣為止急証 就是感冒 真的感冒 如果我的小孩咳得很厲害 最後是感冒 不要說太小 像嬰兒這樣 七八歲 晚上咳到睡都睡不到 整晚咳到流口氣 喘氣 流眼水 不要說大不大 那我除了沒有急証室 我還可以怎樣 然後 氣管敏感 那你覺得我是不是濫用 然後 下次真的有時候 我不敢去 結果就糟糕了 那我是不是濫用 所以 原則上 我是完全明白的 急証室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是濫用的 我們有急証室 就是 但是 你怎樣 你又加了多少呢 我想你有時間去研究 因為你再加 其實已經是接近一些私家醫生的收費 我們平時看那些診所 譬如有貴 三幾百 至少 對 三幾百 我想 都是要的 你一百八十元 那些人都是看你 因為現在你看 我不知三四百元 起碼 看一看普通醫生 好 休息一會